疼一般老百姓的应对 按一按 揉一揉什么的 对吧 你说这个 现在咱们得给个解决办法 这种肝气不舒 导致的气质 血瘀 这种疼 能按一按 缓解吗 有的时候 如果轻一点的 按一按 揉一揉 能把局部的气血瘀制 打开一点 但是往往 要是稍微重一点的话 这种按一按 揉一揉 临时缓解 然后过一段时间 它又回来了 指标不是本啊 对 那怎么办呢 我给大家想个小办法 简单一行 叫舒服热壶包 通过热壶的办法 让你去舒服 你不疼痛了就舒服了 里面有啥药了 就两种乌珠鱼穿胸 为啥这俩药就好使呢 乌珠鱼这个药 入肝井 它是暖肝淡寒的一个药 针对于肝气淤结 导致的气质 特别是对我们冬天 容易出现肝寒的这种情况 给乌珠鱼效果比较好 穿胸 穿胸这个药呢 是血中气药 它是活血药 另外还有行气的作用 穿胸这个药啊 一拿出来这一片 要是一闻的话 很冲鼻子 这个挥发性很大 芳香之气 这就是有一个行气 活血的作用 另外呢 穿胸和乌珠鱼 都有止疼的作用 乌珠鱼就是小粒的 给它砸碎了最好 那么穿胸呢 最好给它打碎了 这两个药呢 各五颗 放到一个小纱布袋里 慢慢给它喷上水 给它放到微波炉里头 或者是放到这个锅里头 给它蒸一下 蒸热乎之后 趁着这个热气 来外敷我们疼痛的部分 每天敷多样时间 一天呢 早晚各敷一次就行 一次呢 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 你不烫 皮肤能接受的那个温度 别烫后了 润敷一周 看一看 它会效果会很好的 你刚才说 那个五颗这个是一天的量 还是一周的药包的量 这个药包啊 可以反复地用 干气不输 引起的气质血瘀 对 干气不输是前提啊 然后呢 还有得有气质血瘀 基本表现的都是点疼 有的这个点的是固定的点 有点是游走的点啊 看你到底是气质还是血瘀 得辨证实质了啊 但是 郭老师给推荐了 这一个舒服包 大家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